新鮮QF 今日新問題要 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 葛爾伯僑夫細細 喊 91 歲 美國首現染猴鬥後死亡的個案 美國阿桑尼亞州州長杜希率團訪問台灣 墨西西比州傑克遜市水設施故障之湧水危機 華信投資顧問是一家美國正式註冊 純管理費的投資顧問 以近30年華爾街經驗為你提供401K IRA等退休省稅投資策略和風險管理 不推銷產品 自收管理費 不獲利 不收費 全靠維廉的投資計劃 讓我們退休生活更有保障 華信投資顧問是你最值得信賴的華人投資顧問 華信投資顧問電話408-725-2975 408-725-2975 東方音響卡拉OK專門店 服務灣區喬包已經有30年以上的歷史 提供專業的音響大彩瓶 燈光出租和安裝工程服務 請聯絡我們的微信號415-609-8000 又或者公司電話510-477-9955 地址在東灣Yurian City 東方卡拉OK 增加你的娛樂生活 今天是2022年8月30號 歡迎收看星電視新聞 先來關注今日的頭條新聞 蘇聯最后一位領導人 戈爾巴喬夫 在當地時間星期二晚因長期重病 醫治無效細細 中年91歲 有消息傳他在去年10月因為染上新冠病毒入院隔離 之後亦曾經傳他病危但被否認 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上台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委會總書記 成為領導人 之後蘇聯在1990年建立總統制 亦都令他成為了在蘇聯上首位 亦是最後一位總統 直到蘇聯在1991年瓦解為止 在他執政期間 曾經嘗試大規模改革國家 並成為化解與西方國家之間冷戰的重要歷史人物 亦都因此獲得1990年諾貝爾和平獎 美國德州衛生官員今日證實一名喉鬥患者死亡 有可能成為美國首中感染喉鬥後死亡的病例 這一名患者現居德州幼士頓 免疫系統在染疾之前已經嚴重受損 衛生專員表示 喉鬥一般不會構成生命危險 但免疫系統較弱的人士染上 還會有可能變成嚴重疾病 患者通常會出現類似幽診和水泡的病變 並引起難以忍受的痛楚 根據疾控中心的數據 自今年全球爆發喉鬥以來 有8個國家共15人死於喉鬥 台海的問題繼續發酵 美國阿里桑拿州州長杜棄率團訪問台灣3天 還會見蔡英文和外長吳超洩 杜棄是今個月來第二位訪台的美國州長 台灣的外交部表示 今次可以進一步提升台灣 與阿里桑拿州各項的合作機會 並深化互惠互利的夥伴關係 訪問團也會參加由經濟部 和外貿協會共同主辦的 美國商機日活動 會晤半導體業界和大學代表 加深高科技產業及相關領域的交流合作 回到美國 墨西西比州傑克遜市一座主要的用水處理廠發生故障 大約18萬居民面臨連續多日無水飲用自來水的危機 州長里夫斯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 里夫斯說傑克遜市沒有足夠水來衝刺或救火 自來水不能安全飲用或用來拆牙 在設施收復之前 不會有可以安全使用的大規模自來水供應 州長會簽署緊急聲明 建立事故指揮中心來分配水資源 美國總統拜登到訪賓夕凡尼亞州 呼籲國會撥款370億美元用來預防犯罪 並將部分資金用於資助警方減少槍支罪案 強調他決心在美國禁止突擊性武器 也只是自動捕槍 必須為每日在街頭上被槍殺的小朋友採取行動 賓夕凡尼亞州是11月國會中期選舉 以及2024年總統大選中關鍵的州份 拜登在未來一個星期將會再到訪當地兩次並發表演說 共和黨籍的前總統特朗普 亦預計在星期六來到賓夕凡尼亞州舉行集會 來到灣區 三藩市第四區華裔市參選人雷千雄 日前被指在他參選地區只住了4天 被質疑參選資格 選務局宣布在11月的選票上拆除他的名字 雷千雄競選團隊和支持者認為結果不公 述律師於今天上午在三藩市高等法院提出申訴 要求選務處重新將他的名字納入選票 指市府律師及選務處日前的決策 對於雷千雄及日落區的選民不公 市府律師發言人說雷千雄有權起訴 但市府保持之前的決策 將回應法庭的訴訟 望9月7日選票定稿前解決爭斷 在南加州 2018年一個舉報人指控洛杉基加州大學 學牙醫學院三名教授向國際研究生索取未經授權費用 由於洛杉基加大矯正牙齒課程的學額非常珍貴 國際學生亦只是分配到少數名額 經調查發現三位教授針對中東學生收取當地政府的贊助費用 讓他們優先搶得學額 三名教授已經與大學達成和解並辭職 他們還以侵犯私隱為由要求報告保密 但是現在洛杉基高等法院裁定 除了三名教授的名字之外 全部都可以公開 我們先去一節廣告 回來有其他的新聞 為何通過27號提案是這麼重要? 對好像城市避難所這樣的機構 提供關鍵服務 幫助無家可歸的家庭 婦女和兒童回歸正常生活 由事以來第一次 27號提案將會產生一個永久的資金來源 去給那些幫助無家可歸 上癮和精神健康的組織 投票同意27號提案 意味著數以千計的加州人 將擁有一個稱為家庭的地方 同意贊成27號 網約車平台Uber將會推出新的安全功能 允許乘客在緊急情況下 可以現場與安全中心交談 並發送短訊給911接線員 以便立即做出緊急響應 當乘客使用該功能時 他會形成一條預先編寫好的訊息 其中包括有關行程的訊息 例如車輛資料和位置 免去重新輸入的費時 該功能已經可能在全美一半以上的地區使用 包括紐約市和加州 美國勞工統計局星期二發布職位空缺和勞動力流動調查報告 顯示7月份的職位空缺達1124萬 比預期多近100萬個 這是通脹的跡象 表明美國勞動力市場仍然極度緊張 數據進一步表明 因為僱主將以減少人員來提高薪酬 可用職位仍然嚴重短缺 職位空缺和可用工人的比例接近2比1 並將導致進一步通貨膨脹 國際原子能機構專家團抵達烏克蘭首都基庫 並與總統澤連斯基會面 報導指 專家團將會對俄烏戶子施集的 澤波羅烏核電廠進行4天的視察 烏克蘭政府基於安全考慮 沒有透露專家團的行程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說 希望專家團視察澤波羅烏核電廠後 呼籲西方和烏克蘭在核電廠問題上展現負責任的態度 另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發表演說 就表示 重建烏克蘭需要大約6千億至8千億美元 一項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 位於北美和歐洲之間的格陵蘭冰蓋廣泛流失 可能會在短期內令全球海洋水位上升 升幅接近一呎 專家就認為即使全世界今日停止釋放 會令氣候、全球氣候暖化的溫室氣體 都不能阻止這個現象發生 丹麥和格陵蘭地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觀察格陵蘭島上和周圍地區的冰蓋數量變化 進行分析後確定 格陵蘭有大約3.3%的冰蓋 無可避免的回溶化 相等於110萬億噸兵 伊拉克習業派教士薩德爾 退出政壇 引發示威衝突 死亡人數增至最少30人 超過400人受傷 薩德爾發表電視講話 呼籲支持者停止衝突 在一小時內離開所佔據的首都巴格達陸區 強調這不是革命 另外方面 伊拉克軍方宣布取消全國宵禁 薩德爾突然宣布退出政壇 支持者認為是現任政權迫使薩德爾退出 闖入位於巴格達陸區的共和國公 英屬直布羅陀當局表示 一艘運載鐵資的貨船和一艘運載液化天然氣的船隻 在直布羅陀灣相撞沒有人受傷 為防止貨船沉沒 當局將貨船擱淺在距離海邊17米的近岸 指目前情況受控 當局在現場海域已經設置為油欄 涉視液化天然氣運輸船 除船身有粒陷幾乎沒有重大損毀 來自荷蘭的專業海洋打撩隊 今天守候將抵達直布羅陀 進行全面的現場評估 有關海域荒原200米已經列入禁區 今日的新聞報導員再會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